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 Word 课程 我打算带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Word 活动海报设计 我们先看一下做好的成品 我们藉由这个练习可以学到以下几个技巧 首先是纸张大小、方向设定、背景设定、页面框线、文字艺术师、文字方块、以及项目符号 我们一起来做做看吧 我们首先先开启一个全新的文件 我们首先可以去指定一下纸张的大小和方向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切换到版面配置标签 如果要指定纸张大小的话 我们可以去按一下大小这个按钮 这边有一些预设的尺寸 如果这些尺寸都没有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去点选在这个选单里面最底下有一个其他纸张大小 不过这个指令目前超出了我们萤幕录制画面之外 点击之后它会开启一个新的对话框 我们可以在宽度以及高度这两个栏位里面 输入我们所需要的纸张大小 我这边直接保持预设值不变 我按一下确定按钮 如果你要把这个直向的文件 改为是横向的文件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的功能区 点击方向按钮 接着把它切换为横向 我们目前内容所编辑的范围 是你现在所看到这个红框的范围 这个编辑范围的大小设定 可以藉由文件的边界来控制 你可以到左上角去点击一下边界这个按钮 同样这边有一些预设的边界数值 你如果需要输入特定的数值的话 你可以在选单的底下去点击自定边界 接着你可以去设定上下左右需要多少的留白 我这边同样保持预设值不变 按一下确定按钮 我们接着来替文件上一个背景色彩 我可以切换到设计这个标签 接着在右手边点击页面色彩这个按钮 我们在这个色盘当中 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色彩 你如果希望背景多一点变化的话 你可以在页面色彩这个按钮当中 去点击最底下的填满效果 我们在这里可以去设定建成色 比如说我套用单色的设定 把颜色加到最亮 接着选一个喜欢的建成方向 比如说我选择底下是绿色上面是白色 按一下确定按钮 那你也可以去比较一下其他的填满效果 除了建成以外 我们也可以将纸张去套用一个材质 比如说我去选取一个羊皮纸的材质 或者你可以去试试看图样的设定 你可以针对图样去指定两个色彩 比如说我指定为蓝色和橘色 接着选一个喜欢的图案样式来进行套用 甚至你可以去指定一张背景图片 你可以去点选一下选取图片这个按钮 并且通过搜寻的方式 或者直接从你的电脑中选取一张你喜欢的图片 好 我现在将文件回复到原本的单色设计 不过你会发现一个小问题 那就是即使我们设定了纸张的背景色彩 但是如果你要去列印 我们按一下档案 选择列印 那你发现在右手边的预览视窗当中 我们所设定的色彩并不会列印出来 那如果你希望把这些色彩列印出来的话 我们要去改一个小的设定 你可以在左手边去点选选项 接着切换到显示这个类别 并且把列印背景色彩及影像这个选项把它勾选起来 再按一下确定按钮 那这样子当我们去列印的时候 我们所设定的背景就可以正常的列印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在右手边加上一个简单的圆形图形 那我们可以到上面去切换到插入标签 接着按一下图案 然后选择椭圆 那这个时候你的滑鼠的游标会变成是一个十字 那你如果直接使用滑鼠拖曳的话呢 会跑出一个椭圆形 但如果你要画一个圆形的话 你可以按住键盘的shift键不要放 那如果你发现你想把这个圆形向上移动 却失败的话 就表示你这个圆形的纹绕图可能设定为矩形 在设定为矩形的情况之下 图案是没有办法跑到边界的位置 所以我这边把这个圆形的纹绕图把它设为是文字在前 也就是说把这个圆形当作一个背景图 放在文字的后面 那这样子这个圆形呢就可以把它搬移到边界的地方 那我这边继续拖曳圆形的边框控制点 来将它变得更大 并且放置到我想要的位置 那接着我到上方的功能区 把这个圆形的外框把它设为是5 同时我将这个圆形的色彩 作为一个比较深的绿色 那接下来我们来加上一个页面的框线 那要加上框线的话呢 我们可以切换到设计标签 那如果你的Word版本是2013或者是更早的话 你可以切换到版面配置来寻找这个功能 那在设计标签的最右手边 我们可以找得到页面框线 我们点击一下滑鼠来把它开启 那我们在对话框的左边 我们去点击方框 如果你是选择阴影或者是立体的话 Word会在框线的边缘加上一些阴影的效果 那我们在中间的栏位可以去选择框线的样式 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虚线 双线等等 那我在这边选择一个虚线的样式 并且在底下我去选择一个深绿色的色彩 你也可以去指定框线的宽度 那我再次保持预设的不变 那如果上面的线条设计都没有你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去选择下面的花边的效果 这边有各式各样花边的页框 那在预设的情况之下 上下左右都会显示框线的线条 那如果你要移除某一边的框线的话 你可以直接使用滑鼠来点击你要移除的线条 那这样子就只有左边跟右边 会呈现框线的效果 再点击一次的话可以把线条画回来 好那我这边按一下确定按钮 我们就完成了框线的绘制 那接着我们把小女生跟蝴蝶的图片把它放进来 好那我到上面去切换到插入标签 点选图片 再点一下小女孩的图片 按一下底下的插入 那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使用滑鼠来移动这个图片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到上面去点选一下文绕图 我这边同样把它设为是文字在前 那这样子图片的位置就可以调整了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图片变成是一个圆框 那我们可以到右上角按一下剪裁按钮 点选裁剪成图形 并且去选择一个椭圆形 接着我们再来加上一个阴影的特效 我们去点选一下图片效果 选择阴影 那你可以选择把阴影放在外面 或者是放在内侧 那我这边去点选内部向上 那如果你想要去调整阴影的大小 或是模糊程度的话 你可以去打开图片效果的选单 选择阴影 并且在这个选单当中 去点选最底下的阴影选项 那这个指令在我们萤幕录制画面之外 不过你可以找得到它 那这个时候右手边会开启一个面板 你就可以去调整阴影的属性 譬如说我把阴影的距离把它设为是10 模糊程度我也把它设为是10 这样子在左手边可以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阴影效果 那接着我来插入蝴蝶的图片 那我同样在左手边点选插入标签 按一下图片 这一次我们选择蝴蝶 按一下底下的插入 那为了要人移动蝴蝶的位置 我把蝴蝶的纹绕图把它设为是 纹字在前 把蝴蝶移动到我想要的地方 你可以拖曳蝴蝶的边框控制点 来把蝴蝶变得比较大一些 那拖曳上面的旋转控制点 可以进行图片的旋转 那目前蝴蝶有一个白色的背景 那如果我们要移除这个背景的话 我们可以在左上角去点选移除背景的按钮 那这个时候在蝴蝶的上方 会跑出一个侦测区域 你可以把这个区域把它放大 让它能够包覆整个蝴蝶 接着再到上面去按一下保留变更 那蝴蝶的白色背景就可以移除掉了 那我们同样替蝴蝶来加上一个阴影的效果 我按一下图片效果 选择阴影 并且去选择透视图阴影下方这个类型 那这样子蝴蝶就仿佛有一个飘起来的效果 那最后我再调整一下蝴蝶的位置 以及小女生图片的大小 那接下来我们来加上一个标题文字 那这个标题文字呢 用到了一个叫做文字艺术师的功能 那这个功能呢是放在插入标签 点选一下文字艺术师 那你可以在选单当中选择一个喜欢的字型 点击一下滑鼠之后来开始套用 那我们可以直接在文字栏位中来输入文字 那如果你要变更字型的话 你可以把文字反白之后 切换到常用标签 并且打开字型选单 譬如我这边去选择微软正黑体 那我把字型的大小 我把它设为是最大72 那如果要移动文字位置的话 你可以使用滑鼠来拖曳这个标题文字的虚线框 那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下这个标题文字的外观 譬如说如果我不喜欢这个蓝色的外框线 那我可以到上面来去点选文字外框 并且去选择一个我喜欢的色彩 那如果我们要更换文字的颜色的话 我们可以到上面去点选文字填色 那这边除了去选择单色之外 也可以到下面去点选建成 那目前这边都是一些灰色建成的效果 那我可以去开启其他建成这个指令 那在右手边的面板当中 我们可以去选择建成填满 那我把这个面板把它拆下来 那这边有一个预设建成的按钮 那我去选择一个黄色的建成 那目前这是一个圆形的建成 那我把它改为是一个线性建成 那如果这个方向你不喜欢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方向的选单里面 选择一个想要的方向 最后我们把这个面板关闭掉 那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文字呢 加上一个弯曲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在上方的功能区 去点选文字效果 按一下转换 那这边就有各式各样的变形效果 那我在底下去选择一个波浪的类型 那在左侧的边缘 这边有个黄色的控制点 可以来控制文字的高度 那最后我再针对这个版面 做些少许的调整 那我们最后要说明的功能呢 是文字方块 那文字方块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工具 它可以让你很直觉的去调整文字的位置 那如果你要建立文字方块的话 你可以同样到左手边按一下插入标签 并且按一下文字方块的按钮 那这边它会显示一些文字方块的范本 那我在这个选单的底下 去点选绘字文字方块这个指令 那这个时候你的滑鼠的游标 同样会变成是一个十字 那你可以藉由拖曳滑鼠 来指定文字方块的范围 那文字方块建立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里面输入文字 那我稍微调整一下文字的大小 我把它反白之后 直接在弹出的工具列里面 选择放大字形 并且套用一个粗体 那目前这个文字方块有一个黑框白底 那如果你希望它背景变得透明的话 你可以点选这个文字方块之后 到上方的功能区把图案填满 把它设为是无填满 并且把图案外框 把它设为是无外框 那如果你要调整文字方块的位置的话 你可以去拖移文字方块的边框就可以了 那最后我们可以将文字方块的内容 加上一个装饰的项目符号 那你可以反白所有的文字 并且到上方去点选常用标签 并且去按一下项目符号的选单 那你可以在选单当中 去选取一个你喜欢的符号类型 好那这样子我们的活动海报就设计完成了 那我们这次Word教学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